通常你都会用什么样的工具来玩呱呱乐呢 大部分的人都会拿硬币或者是店家提供的刮刀 当然刮个几张应该还算轻松啦 不过如果你买上一本然后要用硬币刮的话 你应该会刮到这个腰酸背痛 所以现在网路上流传一种方法 使用化妆棉加上去光水就可以轻松刮刮乐 另外也有人说想要增加中奖几率的话 可以拿中奖过的刮刮乐来刮 或许你中奖机会也会变得更大 刮刮乐的热潮从年前延烧到年后 许多人一刮就是一整本 但是用硬币刮总是让人刮到手酸眼皮 现在只要准备化妆棉再加上去光水 就可以用快速且不费力的方式 快速刮除刮刮乐 真的耶 好神奇耶 卖刮刮乐卖这么多年 你没有那么轻松过 成本很高 虽然成本较高 但对于一次买就是一整本的彩谜来说 却是一大福音 只要用化妆棉沾一点点去光水 就可以轻松刮除一整张彩券 却不会刮除奖金的部分 既轻松又可以对奖 就连第一次来到台湾刮彩券的大陆观光客 也直呼好神奇 一下子就擦得很干净耶 很神奇是不是 对 除了这样的方式之外 另外想要增加刮中彩金的几率 更有人流传 使用中奖过的幸运刮刮乐来刮 更有助于提高中奖几率 没有吃过 比较软吧 不太好推 我觉得开始算运气了 经过记者实际测试 一直刮到第三张刮刮乐 才成功刮得200元 究竟这个方法灵不灵验 其实还是看个人 习惯用50块的硬币金币嘛 这个金币要是有刮过大奖的话 他这个金币他不会用掉 他会随时戴在身上 姑且不论哪种方法 能够增加中奖几率 每个财迷心中都有各自的people 能不能中大奖 说穿了其实还是个人运气最重要 东森财机新闻 泽贵珍 陈文堂 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陈文堂